喔齁 這個是剛才拍的 現在天黑了 背在紅頂的小河 牙牙在我的旁邊 我這條愛沾路 甘是黑暈去暗島 將暖暖的馬賽 吹淋淋的風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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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編啊 今天是那個很難念的颱風 前的晚上 叫什麼 還不記得了 軒蘭諾 軒蘭諾紅苔 軒蘭諾颱風來的前夕 那颱風來的前夕 通常會有火燒雲 那剛才拍了一下 真的有火燒雲 而且燒到我的空拍機 都開始有一點秀斗 什麼秀斗 因為它顏色真的太艷麗了 那 空拍機的感光元件 都被拍到 那個閃爍不停了 啊 這是金黃色的夕陽 通常夕陽 的時候 還看不到火燒雲 就只看到這樣子 金黃色的 那火燒雲什麼時候才會出現 火燒雲就是 就是等太陽 快要末路 地平線之後 因為它的 陽光照射角度 角度 角度 造成它折射 大氣中的水氣 折射之後就變成 很艷麗的顏色 那通常會是 很艷的紅色 這個還沒有 等一下會有 等一下 會最後會看到 那 在前面的話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 一樣很美 但是是金黃色的 這是太陽還沒有下山 還可以看到有一點余灰 這算是余灰 那看到火燒雲的話 就是 我們常 我常講的 那是有點像 灰光返照的感覺 就是太陽 沉下去之後 因為它的陽光照射角度 還照射到天空上面 還看得到 那因為這個角度造成的 整個的 那個空氣的折射 空氣上面的水氣的折射 才形成的很美麗的顏色 不管是黃色 不管是鮮紅色 都是 大自然的顏色 那尤其是在颱風前 颱風前的話 因為周邊的空氣 其實會非常的 清澈 就是 整個颱風外圍 把周圍的水氣都 匯集在一起 那 其實山上可以感受到風的 強勁了 今天那個風其實還蠻強的 辦公室通常 通常比較沒有風 今天都有風灌進來辦公室 那一樣我們其實還有 小便也蠻擔心我們的果樹的情況 早上的直播也有跟大家報告 今年的柴果活動 應該是會暫停的 超美的 很夢幻 剛才的夕陽真的超夢幻的 而且後面燒烏 燒烏的時間很短暫 整個火燒雲的時間大概只有30秒鐘 所以 基本上你的相機就是在那30秒 就是一直連拍 不然的話真的是拍不到幾張 那我比較懶一點 比較懶一點就用空拍機出去拍 不然其實去我們的 四八高地或者是我們的 幾個 不錯看夕陽的 眺望點 相信今天拍起來都非常的漂亮 飛的很平衡是空拍機好 現在上面的空氣 上面的氣流是很亂的 因為 因為其實風灌到山谷裡面的時候 上空的氣流是非常混亂的 像現在其實 空拍機的那個警報都一直在響 就是 風大請小心飛行 那因為空拍機的 相機它其實是有穩定 穩定器的所以 很晃的話 其實它拍起來的 畫面還是蠻相當的穩定 有一定的水準啊 畢竟這一台空拍機也不便宜啊 下面是看到很多密碼房子的地方 就是離山了 對現在已經天黑了 現在已經天黑了 這是剛才太陽下山前拍攝的 所以請一些 味道人士的部分 不用檢舉 這是預錄的 不是太陽下山還在那裡拍 現在太陽已經下山了 因為我們空拍機法 裡面有一個就是 要在日落前 除非你有考到 專業集證照的Grain2 第二組 第二組可以解解鎖 夜間飛行 小編是第三組 小編是在人群上方飛行 小編用手機是哪一款空拍機 小編用的手機 是哪一款空拍機 看不太懂 哈哈 好這是剛才大概 六點多的時候的拍攝的畫面 太陽沒有下去 因為那時候就是想說 今天應該 颱風前嗎 那山上其實從早上開始就一直有 颱風的感覺 就是風非常的強 那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就是 欸對今天會有火燒雲 所以趁著夕陽前 趕快 飛出去拍一下 哇 今天應該會非常的好睡覺 現在農場的晚上的溫度 大概16度17度 那如果有下個雨的話 會更冷 大概會到13-14度 所以是標準的秋天的啦 我們山上其實已經入秋了 那入秋的話 你們會常聽到秋老虎 就是秋天的白天 其實是非常的炎熱的 那晚上的話 在山上會非常明顯的 日夜的溫察是非常大的 現在日夜溫差大概都超過10度了 那如果是 我們的老粉絲們 我們的鐵粉們 就知道 日夜溫差超過10度 我們的蘋果會發生 一個生理障礙 就是會解密啊 今天蘋果解密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今年的蘋果非常的不好啊 後期 其實今年的夏天很熱 真的是超級熱 除了熱之外 就是水水氣真的是太充足了 水氣太充足也不好 其實一直下雨的話 對果原的病害防治是非常大的隱憂 因為潮濕的話很容易造成細菌感染 今年就是這樣子 沒錯我們今年的蘋果的一些病害 影響的蠻大的 來這就是火燒雲的前夕 這還不是火燒雲 這個是金黃色的 夕陽 沒錯 晚上回到我的豬 我裡面好好的睡上一覺 這晚上是非常好睡的 外面聽著風聲咻咻咻 在背部裡面是更好睡 不過 因為這 這個颱風的風是非常的強 那我們山上的樹 我常說 山上什麼沒有樹最多 那樹其實被這個 風這樣吹 真的有優衣優衣 他 搖太 搖太強的話 他其實容易 掉樹枝 掉樹葉 所以明天早上 我們的 我們的福壽路啊 應該就是一片狼藉 因為今天晚上在那裡 游一游一游一 搖下去 游了 搖下去 那些樹啊 柳山啊 的葉子啊 都會掉滿地啊 我在想我今天車子要停哪裡 比較好 我還是遠離這些樹齁 我還是停到安全一點的地方 好了 不然會被那些樹枝 嘖嘓滴滴滴滴 打擊齁 來 這台空拍機不錯 他可以仰角到 80度的樣子 可以拍到 上空的 踩雲 雪山被雲擋住了 雪山被雲擋住了 看不到我們的雪山主峰 不然現在雪山主峰 那邊應該會非常漂亮 被我們的彩霞照射到 屏東下午就陰雨天了 那應該整個東半部 都應該都有在飄雨 因為其實說護國神山 就是我們中央山脈 其實是阻擋著颱風的威力 真的是很強的一座山脈 但是通常講護國神山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想過東部人的心理 當中部或者中南部或者是北中南的朋友 講著護國神山的時候 你們知道護國神山的那一面東面 其實正在大風大雨當中啊 不過我覺得東部台東花蓮 宜蘭的面對颱風的應該都是信守免來的啊 尤其小編第一次去花蓮的時候 看到花蓮海邊的窗戶 竟然是鐵捲門 那時候就想 為什麼那邊的窗戶要用鐵捲門呢 蠻神奇的 後來才知道 風台來的時候 鐵捲門拉下來就好了啦 不然齁一般的窗戶齁 台風來的時候就會變成了 來準備了齁 待會 待會就會出現我們很漂亮的火燒雲 來看一下我現在在哪裡 我回到哪裡去了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漢莊 這是我們的 肯圓 然後這裡是直升機場 小編在我們的鴛鴦湖上方 看一看鴛鴦湖 今天鴛鴦湖的那個那個白羊木 白羊木被風吹的滿地落葉啊 我們農場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形 它其實是一個山頂的平台 那農場早期為了這些果樹和農場的住宿區 其實種了這些柳山啊這些二葉松齁 原生的是二葉松 那柳山的部分是我們種的 都是最主要都還是做為防風嶺的概念齁 因為我們在山頂的平台其實最怕的就是風齁 尤其是台灣的夏季齁 最容易遇到颱風的侵害齁 如果少了這些防風嶺的照護齁 其實農場的這些水果就會更慘齁 真的會更慘 真的會更慘齁 會更慘齁 天邊一朵雲 哈哈哈哈 呃 會再下一段齁 因為其實它沉下去之後 呃 要看到火燒雲 其實是要一段小小的時間 對 你看現在開始有的 感光元件就有一點秀斗了 呃現場看的話是更艷麗 現場看更艷麗 如果今天有在農場 欣賞到夕陽的朋友 都可以看到剛才整個火燒雲的時候 是非常艷的齁 用手機拍都拍不出來現場的那個 顏色齁 那我可以我也知道這台 空拍機真的是對紅色 非常的敏感齁 可能後面那個紅外線的部分太多 造成它的 感光元件有一點狀況 所以可能以後 如果拍夕陽就不會用這台拍了 等一下你們會看到七彩霓紅燈 轉爆轉爆七彩霓紅燈 好我現在飛在我們的蘋果園上方 喬一下 大家 看一下蘋果 方便提供福壽山賞夕陽的景點嗎 呃 既然 夕陽 夕陽大概就是 要進來農場有一個大轉彎 那個大轉彎是剛好面向德基水庫 面向西邊 另外的話就是在宋莊 宋莊停車場其實也可以看夕陽 來下面這個是我們的果園 蘋果園 蘋果園 這邊的蘋果沒有採收 就是因為這邊蘋果成熟期要到 十月份 所以早上整個 果區的工作堆齁 其實都是在照顧這邊 然後 其實我們的房台 準備是非常的 類人 尤其是果區的部分 你看 那些隨風搖曳啊 看到這樣隨風搖曳 我們就開始超痛 因為搖一搖水果就掉下來 唉 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從樹林看上去的火燒雲 這真的要現場看才 才漂亮 哈哈哈哈 真的啊 真的真的 這用用用 你用手機看 用平板看 用電腦看 看 看小編用空拍機拍的 這個 其實都 都 沒有現場看的感動 有時候我飛一飛 其實會覺得 不如走下去 欣賞會更漂亮 先進裏 來 EM dislike 對 這一條 你要難找出 然後 addressing 間 放大給大家看 幾度夕陽紅 希望颱風不要造成農場的災害 不要造成對大家的傷害 那也請大家做好防臺準備 毕竟如果他沒有進來的話 他的尾巴也會少進來 人共的紅臺位紅臺位 就是請大家小心 颱風其實他外圍環流是非常的大的 余溫海 好啦用 尾聲的夕陽紅 分享給大家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拜拜 拜拜 那 起來了 乾 嗨 呼 好 叫 當然 你看 有沒有看到這樣就燒起來了 燒起來了 來看後面 其實看火燒雲 不是看夕陽下沉的那一面 是看它 照射的這一面 來 有沒有看到我的 相機在閃爍 就是 對這個紅色它沒有辦法抓得很準 它白瓶盒沒有辦法抓得很準 這是很紅 現場是很紅的 像 人家說的火燒雲 就是像 燒熱的鐵一樣的紅 炙熱的鐵一樣的紅 雪山被擋住了 不然其實看到雪山在火燒雲裡面是非常漂亮的 火燒雲下的山沉啊 不是火燒山下的山沉 火燒雲下的山沉 我們的雲 雲端上的山沉 離山 那我們算是雲端上的農場哦 一樣 超級燒的 好啦有堅持到這邊的終於看到火燒雲了齁 火燒雲會是在 夕陽下沉之後的 背面齁 夕陽的背面 就是夕陽照射的那一面 那 因為它 因為陽光的 陽光的光線被這些大氣中的水氣 哇塞 這個七彩霓虹燈現在 被這大氣中的水氣折射 造成這個紅色非常的明顯 要求我這個這個這個空拍機被掛掉啊 閃成這樣子 哈哈哈哈 好啦 這段還有個美好的一天 彩虹天請大家做好房台準備 大家 拜拜啦 火燒雲打 要回來回來 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下方是我們的溫室齁 來 後面紅瓦白牆就是我們的 新建賓館以及我們的旅遊服務中心 好啦 再不回來我的空拍機就是會 這樣閃個不停喔 因為現在現場的顏色是太 很鮮豔很飽和 那 對於空拍機 它本身的白平衡 自動白平衡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因為它對不到標準的顏色 OK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拜拜啦 今天9月的第一天 9月1號 那這個很難念的颱風 軒然若颱風 靠近台灣的 如果我們的東部地區的朋友 請注意做好房台措施 不要晚上不要亂跑 像小便一樣 來到肺炎裡面 睡好睡香睡甜甜 大家拜拜 大家晚安 哇這個是超紅的 紅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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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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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 转吧转吧,起载红灯 這就是火燒雲啦 真的是 現場看就是這樣子 它沒有閃爍啦 閃爍是空拍機的問題 現場看是很漂亮的紅色 真的很像燒紅的鐵棒一樣 那種紅 超美的 代表颱風應該也很強啦 大家掰掰